好 各位同學時間差不多了 完全在千里有那麼多進化 現在就做 這門畫院選修的一個公式課程 有12老師來控管復程 到我這個部分應該就是 第四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是 就是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 我們這個領域 在雲端這個領域 是有編於其他那三個部分 我們幾乎是每一天都在騙化 每一天都有新的公式課程 所以老師的 我們這每學期他有什麼 每學期都要在分進 在分進 在分進 所以最後你也知道 雲端運算 或是資訊 通訊的規定是 進步是非常快的 包括說 我今天來跟各位探討 Cloud computing 跟上個學期 又不太一樣 我說的不一樣 同學不太一樣 同學的認識也不太一樣 對不對 有多這半年 各位對於Cloud computing 你應該有多認識的一層 一定是這樣的 比起一年前的同學 那就不一樣 你會認識更多 因為各位在這各位 你們都在用Cloud computing 你都要用Cloud service 我相信應該是很少沒有用 很少沒有用 那我慢慢的來跟各位介紹說 照理 雲端運算 還有什麼 我們值得去討論 我們值得去分享 好 那 那 光光從這個名字 它就有學問 其實在英文的部分 我們叫Cloud computing 那Cloud大家知道 它是雲的意思 所以在我們這個 就是對岸 我們大陸那邊的 這翻譯 它是翻譯了 翻譯了 就蠻穩的 這個Cloud computing 它叫雲計算 雲計算 它就沒有這樣的端 但是我到台灣這邊翻了 我倒覺得還 還 好不錯 挺有很多的端 那事實上 剛才講 雲端也是 也是 雲上面的 雲端上 對不對 但這個端 你把它解釋成為 在雲下面 這個端點的 這個設備 那這樣我覺得 倒是更完整 有雲 有端 多會用Google 多會用Cloud 那個Drunkbox 用iCloud iCloud 或是其他的一個 Cloud service 那你要端 你的開關 你的手機 你的平板 你端點 端點的這個設備 一直很重要 畢竟大家是從 端點這個設備 去存取雲上面的服務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倒覺得 把它叫做 雲端運算 會比 英文來的業界 有雲又有關 對不對 雲又有關 所以我覺得 這個意義 就是可以帶出來 那這張圖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這個雲計算 或是雲端計算 它有一個概念 它有一個特徵 就是 到底 你的工作 交給雲 你在幫你執行的時候 在哪邊執行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哪一台機器 好比說你連上Google 到底Google 是用哪一台主題 幫你在做的 你不知道 可能你也不需要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等著 回應 你解我 讓使用者 可以來使用 看錯了 所以 這個 也帶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這個雲 其實就是把 所有的一些 計算資源 把它整合在一起 它的目標 是要完成 每一個user 所交換的工作 而 誰來做 幾個來做 在哪裡做 已經不再是重點 所以看到就好像 這個 這個 一大塊 上面有很多能力 然後幫你來做 這樣 所以 這個 代出這樣的概念 我們通常在 在 雲計算之前 你一定會連到一台 所謂主機 比如說 沒有server 比如說 某個server 這個就是 IP在哪裡 就那個IP 就那個位置 就是他一台幫你服務 但你已經打過這種觀念了 誰來服務 哪裡服務不重要 重要是把服務完成 所以這張圖 其實有這個意義在 到底是哪裏 到底是哪裏 不重要 不重要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張圖 要再給大家的意思 好 好 這個 生活中的雲端用刷 在目前 同學們 這個 都在這個 用之中 所以我 所以這個 下面這地址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的 像我們比如說 在Google WM裡面的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 這是一個 也是很好 擁有一段的服務 大家同時在寫一篇文章 同時在撰寫一篇文件 同時在寫一個程式 等等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平台 那各位請來看看 如果我沒有這些東西的畫成 大家就是要來個去傳遞 每個人的版本 然後再做整個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但是我現在濃縮在一個 與你的生活上面 由每一個user呢 直接上去編輯 那當然同步化的處理 或是說之間 這個 在文檔 在寫度的一些 一致性 那這個平台 這個語音的平台 要去 要去編輯 那就是它 這個 這個厲害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服務呢 做健康編輯 我想大家可能都在用 等不在電話 也許有些不太常觀 Microsoft Office 的這款軟體 那直接就在 復活高級裡面開 打開這些 這些 這個Excel 或是PowerPoint 它可以看 可以看 那 那這是一個 也是個方便的地方 它提供了很多層次 在上方你執行 它在語音上 幫你執行 PowerPoint PowerPoint 你不用在你的手機 你的這個開一段 你的這個 用戶的手指 裝置這一段 去打開 那些 編輯的應用程式 你只要 運用圓上面的 支援就可以了 像這樣 Office 也有這樣 365 是不是 我記不記得 比較少Office 好 那 Zobuz這個 更流行 因為它提供了太大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 去使用 所以 我相信大家都 都會用過 或是接觸過 或是收到朋友 要分享給你的資料 是慢慢Dropbox 讓你點選上去抓 有沒有 應該有吧 應該有吧 所以 Dropbox 是 現在是蠻受歡迎的一個 這個 儲存資料的 還有分享 共享的一個 那 不利的 那如果 比較好的服務 的話 比較付費 ok 那這個 Dropbox 還有呢 Google Drive 我個人是蠻想 Google Drive 因為Google在整合 在這個同步上 是還不錯 所以我個人 就是 就是比較 使用Google Drive 也有付費 所以 空間 還可以 所以這個 也是 都是 你生活中 看到你 這個 雲端運算的技術 所以大家在用 跟可能 沒有特別去 深入去看這個技術面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資產 所以我先帶一件 剛剛大家知道 你就在雲端運算裡面 你就已經生活在這個裡面 那這邊呢 有列出一個 收費的表 收費的表 代表說 像雲端的服務 是很便宜的 免費的當然很多 對不對 免費的很多 各位 Google Drive Google好像提供了 大概有 10GB 還是20GB 的免費 免費的 10GB 的樣子 提不起來 那 還有這個 Dropbox 也是 Skytrip Microsoft Microsoft 還有Apple Eye Power Apple Suz也有 那還有很多 基本上 它的收費 它的收費 如果你是免費的 它用這個15GB了 15GB了 15GB了 這個是7GB 7GB 這個Microsoft Skytrip 我倒是提一下 因為我們學校有去 有跟Microsoft 簽這個 Sign License 我們有 有買它的東西 據說 有提供給學校 這些學生 還不錯的屋 所以 無法跟 不是住屋 但 Skytrip 有一些 有別於免費空間的 一個Service 更多 更好的Service 因為它的Microsoft Microsoft 比較虧 像這個 這個收費 其實都不算貴 不算貴 但是 像我的貴的 我是 我的Google Drive 我有30GB 但是 我一個 我一年交付100多塊而已 我不要早 其實等一下 現在的話 沒有那麼便宜 稍微貴一點 每個月下去 早期的話 是一年下去一次 5塊美金 5塊美金用30GB 超過30GB 還蠻好用的 因為 我的資料 到目前為止 挺多15GB 不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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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GB已經 夠用了 已經非常多 非常多了 不含無間 累計這十年來 大概就這麼多 所以 我不想是蠻夠用 主要是它同步 可以同步 所以我現在手邊 三四台電腦 剛剛 MacAir MacBook 還有 還有那個 還有WINGO7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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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工程 工程 我帶來一套都可以 就比較多轉 我看我 假如我現在開 我不太方便把電腦 再打 我就帶手機 或是帶平板 那我可以抓到我的 Google專頁裡面 檔案 我可以馬上秀出來 如果比較方便的 比較不會 空間比較大 就會帶手機 電腦過去 所以 我已經不需要 我已經 不需要再去 帶著一台電腦 帶著 我一個一台電腦 一台設備 到處走 我會挑 場合 挑設備 帶著 帶著 適合 適當的設備 去參加 開 或去參加 一些活動 每一台都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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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MacAir同步 包括我的行事力同步 包括我的 所有檔案 15G的檔案 都同步 這體改變生活方式 對不對 本來我是要 本來我是要 帶著電腦 這樣做一些 節約到處走 現在 我只要知道 目的地 我是被在那邊 我就不帶東西 我到那邊再用 所以我每個 我長期的點 都可以放著 我一台設備在那邊 讓學校有一台 家裡有一台 這樣我就不用 再帶著電腦到處走 好 出菜的時候 就帶著四盆設備 好 所以這個都是 一個趨勢 一個趨勢 那 當然 它還有一些 這個 你要更大的需求 要 你的這個 付款 這個付費較多一點 OK 這邊 我就不一一 這代表說 現在已經有很多 很多很普遍的 雲 雲的Service 那不妨 各位 找出適當的 你的需求 去看一看 有很多服務 有很多不同的服務公司 你可以去看一看 找出適合你的需求 好 OK 好 好 那現在我是要跟你們想一個問題 這麼方便的東西 你在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疑慮 有沒有什麼疑慮 好 想一想 雲端硬碟 或是 雲端 儲存 服務 雖然方便 但是有什麼疑慮 那 老師 這邊就有Google Google調查 跟各位分享一下 讓各位知道一下 Google 副調查說呢 當您將內容上傳 或以其他方式 傳送到這個Service的時候呢 表示你授予Google 還有我們的合作夥伴 全球都有授權 可以使用貸款儲存 儲存 重置修改 複製演真作品 包括翻譯改變 變更演任容實際 更加配合我們服務 還有傳播 發布 公開操作 公開展示 以上路這個內容 各位有沒有去看這段話 看會不會怕怕的 我的東西居然還可以 跪盡我的同意 但是呢 你要同意才可以用 就可以做 你可以 你可以 做這麼多事情 萬一就是隱私的資料怎麼辦 例如說 你跟另外一段的照片啊 寫的情書 哪里沒有寫的情書啊 或是個人的重要的秘密啊 包括一些個人資料 一些這一個隱私的資料 他也可以這樣做喔 好 你必須要同意才可以用 你知道嗎 因此 你相信你的 原的服務的 這個信任度嗎 你相信他嗎 好 所以 這個問題就來 你願不可以接受這樣的運動 你願不可以相信你的 這個原裝公司提供的這個 這樣的信任度 你願意相信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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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所以這裡就 必須 我們使用我自己要能夠判斷 好 那 這個 能夠有這個問題 這個也許 其實我以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隱私的 隱私的這個部分 隱私的問題 但如果以企業的角度來看 他又更擔心了 會怎麼 上面經理 我又把我的 晶圓設計的 放在雲上面 雲端上面 情蛋上面 結果被 競爭對手拿走 或是說 被 我的雲端 服務提供 服務提供者 拿去 勿用 拿去 耐用 拿去 放賣 對不對 這都有可能 造成 極大的商業損失 好 所以 什麼東西都交給別人 幫你做 什麼東西都交給別人 幫你做 你要擔心的 就是一個安全的 隱私的 你願不願意 這樣子 如果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的話 那我想 雲的服務 幾乎會 至少加換一倍 這樣一個企業 最擔心的 就是他的 他的資料 隱私安全的 不太願意 放在雲上面 所以 大家要想想看 個人就已經 覺得很不舒服了 那企業的部分 那更困難 放上去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瓶頸 就是在這一點 好 那這裡 老師也 也 分享給各位一個